高雄湖那一间旅制的工厂 今天上午8点半左右 发生了严重的爆炸意外 现场是救出了8名的工人 其中有两名泰国籍的移工 是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之后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其他6个人也因为高温烫伤 全力救治当中 而爆炸会发生的原因 初步业者透露是因为灌模作业 控制系统发生了异常 导致降温的速度不同 滤水接触发生了爆炸 市长陈其迈接获到通知 也紧急取消原本的行程 直问医院来了解情况 厂区外头大量伤者不断被送上担架 后送医院治疗 位于高雄湖内区这间旅工厂 23号上午8点发生严重公安意外 疑似熔炉发生了旅水爆炸 爆炸发生在8点26分07秒 对面回修厂的监视镜头 还跟着晃了好大一下 一只猫吓到四处逃窜 有员工赶紧冲到里头 结果一看不得了 多名员工遭到高温烫伤 其中两名外籍移工被救出时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强劲爆炸威力 一人还因此断织 根据了解 旅工厂一早正在进行灌模作业 疑似控制系统异常 导致降温水量不足 在旅水接触时快速膨胀 发生了爆炸意外 附近居民都被突如其来的声响 吓了好大一跳 很大声就是爆炸的声音 然后出来看对面就是黑烟 有感到震动的感觉吗 有啊我都吓一跳 就比平常死的那种爆炸声还大 两名死亡员工都是泰国籍 其余轻重伤的六人 则有三名外籍以及三名台湾籍 分别后送的医院 不少重伤员工情形不大乐观 全力救治中 现在正在评估它的烧炸商的长情 老姐就经常在调查 而这间旅工厂其实大小违规不断 从111年起也已经被环保局 点名7次违反废清法遭到裁罚 而高雄发生重大公安案件 市长陈卿曼也取消原定上午行程 直奔台南了解不治 以及重伤员工的情形 也要追查这间旅工厂 作业制程环节出了什么问题 引发这次的死伤意外 接着黄龙斌SNG 高小报道